怎么找他 什么作用呢 祝他成功吧 这也很难做 他带不出来冠军 娱乐圈近日爆发了一起轰动事件 在一知名真人秀节目中 大V海明威突然对那英提出所谓违纪嫌疑 随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英陷入了风口浪尖 生命岌岌可危 一开始 人们对海明威的言论充满了猜测和热议 究竟那英涉嫌何种违纪行为成为了众说纷纭的话题 是权力滥用谋取私利 还是私下接受不正当好处 或者涉及某些不可告人之事 各种猜测四起 网络上热火朝天 言人 一声更具威舍利的声音很快加入讨论 中央纪委直接介入对那英展开正式调查 这无疑将这起事件推向新高潮 在反腐败力度前所未有的情况下 中纪委的介入预示着可能严重的后果 那英意识到形势的严峻 在各方压力下选择了自动词驱载好声音的职务 这一举动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同时再次引发了众多猜测 他究竟涉及了何等严重的违规问题 竟然选择放弃多年积累的娱乐圈地位 据中央纪委监委网站的消息 那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地位 为亲朋好友获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具体来说 有以下几种情形 那英利用自己在音乐界的地位和人脉 为自己的亲戚和朋友安排了一些重要的演出机会和商业合作 使他们获得了高额的收入和回报 这些演出机会和商业合作本 应该通过公开和公平的方式进行竞争和选择 但却被那英操控和干预 导致其他有资格和能力的音乐人失去了机会和利益 那英利用自己在娱乐界的影响力和资源 为自己的亲戚和朋友提供了一些优惠的条件和待遇 使他们享受了一些特权和便利 这些条件和待遇包括优先参与一些热门的电视节目 电影 综艺等项目 享受一些高档的住宿 交通 餐饮等服务 获得一些名贵的礼品 奖品 赞助等支持 这些条件和待遇本应该按照规则和标准进行分配和执行 但却被那英随意改变和控制 导致其他有资历和贡献的娱乐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那英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声望 为自己的亲戚和朋友谋取了一些不正当的利益 这些利益包括借用或冒用那英的名义进行一些非法或不道德的活动 如逃税 欺诈 赌博 吸毒等 或者利用那英的关系进行一些违规或不合理的操作 如插队 打折 免费等 这些活动和操作本应该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制约和惩罚 但却被那英包庇和纵容 导致社会秩序和公共道德受到了破坏 这些行为虽然看似无伤大雅 但实际上却严重损害了公平竞争的原则 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损害了社会的公正和信任 因此 中央纪委监委网站在发布了调查结果后 也公布了对那英的处罚措施 根据网站的消息 那英被责令辞去自己在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职务 被取消了自己在中国音乐金钟奖评委会的评委资格 被禁止参与任何形式的音乐和娱乐活动 被追缴了自己和亲朋好友所获得的不正当利益 并被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 此外 纳英还被要求向社会和公众进行深刻的检讨和道歉 以消除不良影响 纳英维纪事件引爆了娱乐圈 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许多人对纳英的行为表示了愤慨和谴责 认为他是一个道德败坏 利欲勋心 不知廉耻的人 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和制裁 也有一些人对纳英的行为表示了同情和理解 认为他是一个有才华 有情感 有人性的人 只是在一时的疏忽和误判中走错了路 应该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和空间 还有一些人对纳英的行为表示了冷静和客观 认为他是一个有功劳 有过失 有责任的人 既不能一味地抹黑和否定他的成就和贡献 也不能轻易地原谅和忽视他的错误和后果 应该按照法律和规则对他进行公正和合理的处理 90年代末到21世纪头10年 金曲奖除了纳英谁能上得去 就算到了现在 唯一一个拿过最佳女歌手的内地歌手也是他 内地第一天后 实至名归 但不能否认 因为自己直来直去的性子 为歌坛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纳英 也造成的众多绝对不能被忘记的破坏 这些年 频繁当导师的纳英到底埋没了多少人才 从曾经的乐坛一节 到如今的万人嫌弃 捞金无度 纳英是如何一步步做死自己的 记者采访中 说甩脸子就甩脸子 说走就走 脾气牛的出了名 像金勇小说里的高手 奥义满满 俯瞰众生 天后的地位一确定 纳英成为了华语乐坛的导师 评委专业户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他的低情商遭到了反噬 观众们愤愤不平 因为纳英的固执 埋没了多少本该大货的人才 最典型被耽误的有三个 刀狼 姚贝娜 周深 先说争议最大的刀狼 2004年 打拼多年的刀狼靠2002年的第一场雪大火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卖出了270万张专辑 2010年 纳英成为音乐风云榜十年盛典的主席 发布会上 那大姐是怎么说的呢 我号召 所有音乐人都不应该用一种消极的姿态面对如今的环境 我要以自己为首 尽全力为华语乐坛的下一个十年贡献力量 这话一放 口碑一下子起来了 得到了许多听众的拥护 延后 以一己之力 兼有人气 有坐挺 有唱功 已经马上要成为内地歌坛一歌的刀狼 给挤出了音乐风云榜十年盛典 不知迟的理由是什么呢 不具备审美观点 小亮只给了农民工 这句话一说完 整个舆论都炸了 纳英要不是早期靠着小老百姓们的喜欢 能春晚一战成名 能靠征服卖出200万战绩一举定乾坤吗 不能 前脚要为未来十年培养人才 后脚将最有实力的人拦在门槛之外 更何况 2010年我国有不到十亿的农民 能有歌手创作出他们喜爱的音乐作品 也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啊 更可惜的是 纳英牵头 虚空32场演唱会歌手杨坤 和自诩音乐半壁江山的汪峰紧跟其上 这种公然抱团的行为 直接把刀狼的创作热情给交了个干干净净 最后消失匿迹 心灰意冷地消失在歌坛 和刀狼一样闹得相当难堪的 还有姚贝娜 姚贝娜在参加中国好声音之前 在业内的水准一直非常高 2008年 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参加歌曲演唱超越 拿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流行唱法个人单向冠军 2010年 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演唱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一周年主题曲 与孙楠演唱2010年广东亚运会会歌重逢 2012年 举办个人专辑 2013年 担任第15届清歌赛流行组副赛评委 这么一个在别的地方当评委的人 来到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不拿个冠军都说不过去吧 初登场寂静四座的姚贝娜选了纳英当导师 一路轻松过观展降到了半决赛 而导师纳英 否定了姚贝娜自己的选曲 选了首难度极高的All By Myself 这首歌难度能排上世界前五 不仅是考验音高 还考验高音的持续时间 要长时间维持这个key而且不能有瑕疵 那是非常非常难的 然后将姚贝娜擅长的选曲 扭头打包送给了当天的对手 决赛当天出了点意外 导致姚贝娜录制时是半夜到凌晨 当年被剪掉一个片段中 哈林对姚贝娜的点评是 唱这个歌真是太为难他了 我们知道现在几点了 半夜到凌晨这种时候 唱这么难的歌 真的是很恐怖的事 当然 这段话当时并没有播出 也是时隔很久才被人翻了出来 更可怕的是 当天姚贝娜凌晨唱歌 现场的版本没有降key就算了 那音还将本来距离有一段的两大高音连在一起了 中间留给姚贝娜喘气的时间只有不到两秒 这样改编法 能不出现瑕疵吗 失去晋级资格不要紧 简直是要毁人嗓子啊 最终 姚贝娜惨败 哭着退场 当时为姚贝娜教区的弹幕有一条写得很有意思 从选歌到媒体群投票 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幕后操纵 如同在看一场精心策划的完美戏剧 当时传出了那音响签姚贝娜 但姚贝娜已经和别的经纪公司签约了的消息 前后一关联 也不怪姚贝娜赛后哭得泪如雨下 甚至将骂音的手甩开了 虽然事后姚贝娜曾经亲自辟谣过甩手传闻 但很可惜 即便郑主出来辟谣 很多粉丝也并不买账 再加上参赛之后没多久 姚贝娜就香消玉允 大家将她去世的可惜无限放大 怪在了那音的头上 纷纷指责那音 以欠她人生中最后一个冠军 这样一气用事 不管不顾断别人梦想的事 那音越做越多 好声音出声的周深 多少人第一次听就开口柜 就算是外行人也能听出来 这是天纵奇才 老天爷赏饭吃吧 结果呢 2014年被那音一句 我就是喜欢李维 直接被淘汰在16强之外 再往前数数 还有个蒙面唱歌的董真 人家一人撑起了国内古装剧BGM的半边天 声音随着电视剧热度走红 刘欢老师是怎么说的 唱歌与长相没什么关系 然后被那音在现场吐槽太丑 当时董真在现场就直接绷不住了 一直在哭 好在不管是周深还是董真 如今靠自己已经在乐坛实现了自己自足 尤其是周深 近两年发展很好 未来不可限量 而那音近两年 也走上了讨人贤的道路 从2012年登上好声音的舞台算起 他绝大多数工作重心就放在了综艺的身上 不怎么公平的歌唱节目评委 那音一口气录了整整七季 五次好声音 两次新歌声 说好听点 这是在发掘新人 但结合淘汰者重新录制 有实力的进不去16强等种种暗箱操作来看 谁看见 谁的吐槽那音一句 真是捞金捞到不要face 同时期的人客全隐退了 其实这些 咱们都能理解 毕竟那音是曾经的乐坛大姐大 点评点评新人也无可厚非 也算是各司其职